来 图老师 演员就是演员 观众就是观众 演员只有一种机会可以走向观众 那就是退休 观众只有一种机会走上舞台 那就是写幕 如果你非要让一个在台上表演的演员 走入到观众当中去 那他就会像失去阳光的花朵一样凋谢 而如果你非要拉一个观众上台表演 他就会不知所措 如果你们非要找一个中间地带 那就是舞台的边缘 但是那样岌岌可危 因为演员容易摔死 观众会觉得永远高不可攀 所以我对于你们之间的意见 只有一种 要么你始终待在观众堆里面好好欣赏 你在舞台上精彩地表演 要么你就换个舞台继续你的事业 你中途离场不再观看 这就是你们最后的选择 我就认为这是小事 熬不下去就分开 别那么纠结 我们一起进入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60秒 我希望我也做出一点让步 你也做出一点让步 好吗 咱们两个没非得走到分手这个地步 我感觉 你认为呢 没有 你总说我没有想着搬着结婚走 但是如果我没有想着跟你搬着结婚走 我就不可能没有一个机会 能有 只要能赚钱 我都会去 我就是想 我不想结婚之后 所以这金丝曲就在家里 我可以收拾卫生 我也可以做饭 我也可以洗衣服 什么都可以 但是这是我从小一直到现在一直坚持的 从上学到现在 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要怎么样 我认为你会支持我 请亮东吧 那我必须插一句 我听见你们那句话特别可怕 就是他说的你让一步 我也让一步 如果是普通的情侣之间 这是行得通的 但是你们之间没有什么让一步 或者不让一步 只有彼此待在对方的安全区域 否则的话你让一步 当年你又会说 你看我这让这一步是为了你 舞台中间是不可以带人的 那会摔死人的 别再闹了 回去吧 想清楚别闹了 回去吧 跳舞去吧 去吧 来请关门 听起来好像真是这个 弄得大家就很恍惚 给大家一种诱导 就是你看 梦想和爱情在一起的时候 就得特决绝地放弃一样 其实压根不是这么个事 因为你会发现 没有明白梦想的实质是什么 他到底要什么 零了没听清楚 他要什么呀 更大的舞台 还是只是喜欢跳 如果只是喜欢跳 跳舞的形式有很多 为什么一定是舞台呢 对吧 这个说的 我是疼你 你疼他又疼他的表现 其实没有 还是一个自私的战友 所以他们俩要分开了 倒还真是个好事 就跟爸爸妈妈说吧 你们要支持女儿 她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也许情况 是另外一番天地 我们来看看 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